一支美军小队在安乐村进行了一次例行巡视 但是这一次的巡视结果让他们感到心惊 原本应该热闹的村子中 此刻寂静无声 他们推开村寨的大门才发现 这里已经不剩下一个人了 一些头颅被固定在木桩上鲜血淋漓 他们原本属于这里的村民和一些美国的士兵 而在地面上 事业已经凝聚成了水坑 这些美国士兵一直认为 自己已经在战争中见识的够多了 可是到了这里他们才发现 或许他们之前见到的东西 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一个大学生士兵莫菲 大声地呼唤自己的长官 在来到这里之前 他曾经见到过死亡 那是他祖父的葬礼 很体面 但是当这些他们长官来到这里的时候 才发现 眼前这个刺激对于莫菲来说 可能过于沉重了 因为当他们越过了正在呕吐的莫菲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场景 让他们也差点吐了出来 他们也明白 月公只是在警示 杀一警百 他们不允许周围的村子 和美国人有任何的联系 胡村就是最好的办法 不过 这次他们露下了一个男孩 士兵麦克不顾自己的阻拦 抱起了这个孩子 他的良心 不允许他放弃这个孩子 即使 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在之后的搜寻中 就这美国小队 再次发现了一个月公的据点 这是一个水洞 一个美国士兵 没有被月公发现的时候 悄悄地击毙了洞口的两个月公 但是洞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没人知道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据点 他们必须去查看一下 为了一方万一 队长决定自己亲自去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同时 他也告诉了自己的队友 如果十分钟之内 里面没有自己的消息 那么就炸掉这个据点 这是多年以来 和月公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用生命 积累下的经验 以免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些月公 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攻击自己 到了洞中之后 队长小心翼翼地 向前挪动自己的身体 不过这个洞穴里面 似乎并没有月公的存在 在这里 队长看到了一具 虚弱模糊的骷髅 和一个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技巧 但是依旧被绑在木桩上的士兵 他悄悄地摸了上去 可是他刚一摸到这具尸体 这个尸体忽然就动了起来 他还没有死 可是他也和死去差不多了 他的神志 几乎已经完全地丧失了 他只是反复地悼念着 连续月公 足足有几千个人 他的一个牌 全部都死了 在他的脖子上 挂了许许多多的军牌 这曾经都是他的战友 在队长的命令下 这个月公的秘密据点被摧毁 但是 他们的侦察兵也来报告情况 两英里之外的地方 他们发现了一个营地 那里最起码驻扎着一个年的兵力 为了一探究竟 这些美国大兵当即决定 向着那个方向去看看 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一群渔民 有了安乐村的经历 这些士兵什么都不相信 表面上看 是一群渔民 谁知道 会不会突然掏出步枪 对他们扫射难 为了以防万一 队长留下了两个枪发好的战士 作为狙击手 在他们的后方掩护 如果有情况 他们可以第一时间 开箱掩护自己 随后 他带着剩下的人 走向了那些渔民 他们询问这里 是否有越共 那些渔民表示 自己这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是普通的打狱人 一番交涉之后 渔民的首领 看到了麦克怀里的孩子 当他听说 这是在安乐村发现的时候 他放下了手中的渔网 走向了另一边 队长敏锐地意识到的 他急忙面临自己的手下离开 同时 护叫狙击手 让他们注意那个渔民的手里 如果有情况 立刻开枪 事实证明 队长的直觉是正确的 就在他们转身离开的时候 那个渔民从一边的船里 拿出了一把崭新的AK 不过还没等他开枪 一旁就传来了一声枪响 首领被爆头了 是狙击手干的 这一枪 就是拉开了战斗的帷幕 不过 这场战斗结束的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快 在两个狙击手 和一群训练有素的美国士兵面前 这一群带着枪的渔民 很快就被歼灭了 虽然渔民的船上 甚至有重机枪这样的大杀起 可是 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施展 这场短暂的战斗中 他们击毙了20个男性 9个女性 而根据他们找到的所有东西来说 他们都是越共 而且是越共的正规军 这意味着 在这附近 一定有更大规模的越共军队 他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个 是非之地 否则很有可能会遭遇到 大规模的袭击 但是他这一次 就是美国大兵失算了 坐在飞机上的美国大兵 以为自己安全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下面的树林中 已经一架冲击枪 瞄准了他们 随着一串子弹的射出 直升机上一片混乱 他们的驾驶员当场死亡 机枪手也在随后的射击中阵亡 直升飞机冒了一串黑烟 向下坠起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的目的地就在下面 这是一个 明为葛兰的阵地 在这里有一只守备力量 在抵御越共的袭击 直升机勉强地降落在了 平级坪内 就带机上人员 离开飞机的下一秒 直升飞机 在巨大的爆炸中 化为一片火海 截后一生的喜悦 还没有出现 小队的队长的心 就已经沉了下去 在这个营地中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在娱乐 他们看上去毫无斗志 而当他们走进指挥部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的指挥官 则是身裸体的 一边抽鸦片 一边翻越青色杂志 面对队长带来的情报 这个指挥官一点都不关心 几乎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东西 在他的脑袋里 都是一片混沌 不过 就在队长和另一名士兵 准备离开的时候 指挥官突然站起来 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 修理好这个阵地的厨房 他表示 自己已经两个星期 没有吃血糕了 离开指挥部之后 那个士兵 向着他们的队长 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换掉这里的指挥官 反正这也只是一句 行驶走路而已 死了也无伤大雅 队长没有否定 只是说到了晚上之后 再说这件事 士兵明白 队长已经心动了 于是在这天晚上 在队长交代了一句 不要杀死他之后 几个士兵就开始了行动 两发炮弹 打在了自己的外围阵地上 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但是吸引了所有人的 注意力和火力 第三发炮弹 就在这个时候 精准地命中了指挥部 指挥部瞬间倒塌 而那个指挥官 也被压在了下面 虽然没有当场死去 很明显 也已经失去了指挥能力 指挥官就这么更换了人选 根据侦察兵的最新情报 附近有三百个月工 准备袭击这个据点 但是队长告诉侦察兵 附近最起码有超过两千人 正在向着这里赶来 这是他们在安乐村的那次巡逻中 得到的情报 在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这个侦察员吓得脸都白了 两千人 自己这么一个阵地 怎么可能守得住 但是没办法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只能背水一战了 于是在队长的领导下 所有的士兵都忙碌了起来 他们开始重新修建自己的防御工事 这一切 当然也落在了不远处的越共眼里 可是他们只是不懈地笑了一笑 这些美国人就这么多一点 而他们有两千多人 已经马上就要救未来 这点攻势是不可能阻止他们进攻的 但是为了活命 美国士兵已经是动员起来所有的人了 就连他们中间的战地记者 都被争调过来挖掘战壕了 可是这还远远不够 队长来到指挥部宣读一项命令 所有能动的伤员在包扎好之后 必须拉到战场上 这个命令让这里的军医感到反感 可是当他知道了对面有两千人的时候 也是一阵窒息 不久之后 阵地的前面出现了两个越南女人 他们冲着正在战岗的莫菲挥手之意 要他来和他们快乐一下 莫菲作为一个没见过什么阵仗的士兵 友善地表示 让两个女人离开 可是当他的战友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举起手中的枪就要攻击这两个女人 莫菲想要阻拦 他不想让自己的战友杀死平民 但是他失败了 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 开城击杀了这两个女人 下一秒 巨大的爆炸声在两个女人的位置响起 男是越南人派来的人肉炸弹 这里不是纽约 不是迈阿密 没有什么主动打招呼的美女 这里是越南有的 只是炸弹 越南共的攻击计划 很快就已经确定了 他们的第一波攻势 是攻击了西共的美国大使馆 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苏人都在担心战场上士兵的安危 这是一场犀利攻势 而他们真正的攻势 也很快展开了 在丛林中 他们的迫击炮就像是雨点一般的打出 精准的落在了 葛兰高地的火炮阵地上 而在确认火炮阵地被摧毁以后 大批的越攻开始进攻 潮水一般黑暗暗的越攻 冲向了美国人的阵地 美国人的火炮已经被摧毁 虽然他们的武器更好一些 但是在面对数倍于他们的越攻的时候 依然是有一些力不从心 一个接着一个的美国大兵被杀死 他们的战线在不停的被突破 不过幸运的是 队长在安排的时候 留下了一支骑饼 在越攻开始冲锋的时候 直接杀出 击退了他们 战斗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 但是在这十几分钟里面 越攻的尸体留下了满满的一地 而美国大兵 为了有效的吸入敌人的力量 开始清扫战场 杀死那些受伤 晕过去的士兵 这场景落在了后方越攻的眼中 他们愤怒至极 可是除了远距离开枪之外 他们再也没有办法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的电台被摧毁了 无法联系后方的部队进行补给 他们就像是一座孤岛 被动防御只会输来 他们必须主动的出击 于是在漆黑的夜里 几个美国士兵化装成越攻 悄悄的潜入了越攻的营地中 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 布置了相当多的炸弹 在他们撤离的路上 遇到了越攻的追击 但是幸运的是 除了一个踩到地雷的家伙 在排雷的时候受了一点伤 其他的两名士兵完好无损 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越攻的营地中 爆发出了一阵耀眼的火光 这一天晚上 越攻死伤惨重 这也激起了越攻的愤怒 在第二天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越攻们疯了一样 开始对着营地进行冲锋 不择防守的美军 节节败退 越来越多的阵地被攻险 而双方也很快陷入了拉锯战 美国人的迹象 根本来不及左右转向 不过 就在美国人节节败退的时候 一架直升机赶到了现场 上级长时间没有收到信息 他们决定 派一架直升机过来看看 有了直升机的帮助 美国人迅速收复了 失去的阵地 越攻的头目也果断下令撤退 趁着这个机会 队长向直升机的驾驶员 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电台 食物 药品 以及弹药 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被上级同意 他们似乎不相信 葛兰高地的情况这么恶劣 无难之下 几个飞行员冒着抗命的风险 给他们送来了补给 并且向着越攻的阵地 惊陷了他们所有的弹药 这对于葛兰阵地上的士兵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 面对数千名敌军 即使有了这些补给 也只是杯水车薪 他们的战斗人员 在不断地减少 面对数千名越南人的围攻 他们不知道 还能坚持多久的时间 这天晚上 在随时阵地的时候 他们忽然发现 在一处阵地上 士兵的头颅被割下来 插在了木桩上 这是越攻给他们的一个报复 并且 他们的一挺机枪 也被夺走了 就在他们防守的第三天 越攻再一次开始了袭击 这一次 他们甚至冲进了医院 进行袭击 而对那些防守的 美国士兵来说 四面八方 都是进攻的越攻 他们的尸体 和自己人的尸体 在崎岁的道路上 已经堆叠了好几层 一个接一个的 美国士兵被杀死 到处都是越攻的影子 但是 就在越攻 即将夺取这个阵地 屠杀这里所有人的时候 美国人的空中支援 再次来到了这里 依靠强大的火力优势 他们击退了 为数不多的越攻 而就在越攻撤离的时候 他们的首领 发现了那个 被麦克领回来的孩子 他击中了麦克 带走了这个孩子 而这一次 居然飞机终于来到了这里 大部分人 将会离开这里 而麦克 伤到了自己的下半身 看着已经癫狂的战友 队长亲手结束了 他的生命 在这段记录中 我们看到了美国人 一次次的击退 越攻的进攻 也看到了越攻 获得手段的袭击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会为了看似 处于弱势的美国人 捏一把汗 但是讽刺的是 发起这场战争的 就是美国人自己